羅玉啟先生 多謝主席 很可惜我們見到今次香港政府 又另一次將香港的言論自由放上台 人員監察我們看到 今次政府的版權條例的修訂 是將二次創作刑事化 這個做法我相信是會打擊香港的創意 扼殺生動的政治討論局面 和令香港的言論自由普遍倒退 其實現在香港比較生動活潑的討論時務 用一些改圖、改歌、廣告 甚至有些正式的鄉電台製作的節目 都是用這種方式使得大家都很受歡迎 為何我們的空間突然要倒退到一個地步 這些事情將來可能會因為流傳廣泛 或者使得某些原創人感情上受到傷害而受到限制 我們看到其實這些改圖 並沒有真正很大的圖利和空間 基本上都是對社會公事務的討論 對社會所謂參與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這類這樣的限制我相信一定會影響到很多人 在講話表達之下出現問題 而且甚至可能原創者本身都不介意一定要怎樣做 但因為它刑事化了 警方是可以主動出擊或政府可以主動去追究 結果其實這個造成言論上的人恐懼的局面 我相信一定會有下三條這樣的效果 我們亦都見到比如在美國他們有所謂合法使用的例外條款 去確保這些滑稽模仿諷刺模仿或者惡搞的事情 但為何我們香港政府在討論的時候曾經關注到這些事件 最後沒有出現 更加的人相信背後可能有更加惡意的企圖在後 亦都被抵抗 我們見到其實政府不是抵抗 其實過往都出過信去一些惡搞 香港飛龍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抱怨的 似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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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被人改了做反動 因此律政司曾經出過信去警告有關創作者 我懷疑香港政府最後考慮這個缺免的時候 最後不要用這個缺免 其實是因為它有目的 真是想打壓這些事情 即使它不是想打壓 效果就是 如果沒有這類缺免是會打壓的 我們見到美國有這樣的缺免條款 澳洲有這樣的缺免條款 歐盟有這個指引給國家 所有的成員國訂立了這樣的缺免條款 所以這些其實在國外是很習慣的 但是為什麼香港政府不做呢 我相信政府現在的做法是使得香港言論會倒退的 我希望各位公眾留意這件事